HIGH 大家好!我是珍妮佛!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農曆三月需要特別注意的三個生肖喔! 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按小鈴鐺有芯片即時通知 特別注意一 屬兔之人 四極非正一照善國 兔寶寶的工作意義 已盡自動化解困難喔! 最近的工作步調很快 讓兔寶寶感到心煩意亂 越是這個時候 越要穩住內心 凡事要循序漸進 再忙也不能夠自行刪減作業步驟喔! 再困難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兔寶寶的感情運 考驗降臨、共渡難關 兔寶寶在這個月經歷了一些波折 心情起伏較大 要理性溝通 感情不僅能夠和好如初 另外一半也會從不同的角度給你建議喔! 幫你度過這次的難關 兔寶寶的健康運 靜心放鬆、舒緩情緒 健康運不太理想 兔寶寶在本月精神狀況不佳 很容易陷入焦慮的情緒中 深深的影響到日常生活 建議利用休假的時間靜心冥想 持續一段時間就能有效的排除焦慮 代謝負面情緒 從始美好生活 兔寶寶的金錢運 網購紓壓 記帳守財 財運欠佳 工作壓力倍增 導致兔寶寶經常網購來紓壓 讓日常開銷增加了不少 建議兔寶寶養成記帳的習慣 並尋找新的紓壓管道 還有助於守住財富 特別注意二 屬龍之人 三行不美 行車小心 龍寶寶的工作運 靈感湧現 注重人和 最近的龍寶寶 可說是才華洋溢 創意無限 觀察力出色的你 能結合時事及活潑的行銷手法 再創家計 同時間要注意職場上的人際關係 避免與同事起口角 影響情緒 龍寶寶的感情運 放慢腳步減少增值 感情生活較不順遂 但是龍寶寶如果有遇到追求的對象 先別急著投入感情 先觀察一下對方的言行舉止 再判斷是否值得交往的對象 有伴侶的龍寶寶跟另外一半溝通的時候 記得不要太自我 以免一言不合就吵翻天 龍寶寶的健康運 放鬆身心 避免失眠 健康狀況稍微差了一點 常因為壓力過大而影響了睡眠品質 經常失眠或睡不安穩 長期下來 會對身心造成很大的傷害 建議睡前可以聽一些輕柔的音樂 或使用精油 或點環香 來放鬆身心 可以助龍寶寶更好入眠 龍寶寶的金錢運 謹慎評估小心虧損 財運稍弱了一點 遇到有人對你推銷的時候 必須謹慎評估 尤其像一些新穎的概念 或是虛擬貨幣的投資 切莫過於樂觀 結果會得不償事 特別注意3 屬狗之人 月破不利 凡事謹慎 狗寶寶的工作運 困難重重 自我成長 事業面臨考驗 狗寶寶剛接下新的業務 就發現了執行上的問題 讓你必須重新調整 工作才能繼續推動 過程雖然辛苦 但是你會有突破性的成長 若有專題講座 可以報名參加 讓你受到啟發 收穫滿滿 狗寶寶的感情運 集思廣益密切交流 感情運算是穩定 狗寶寶在遇到難關時 身邊的朋友都是你的智慧囊 可主動向他們討教 會讓你獲益良多 更快找到解決方案 有伴的狗寶寶 可以互相參加對方的家族磨豆 彼此一起聚餐、旅遊 關係會更密切 狗寶寶的健康運 身心怠惰、適量運動 健康運欠佳 近期因為工作勞累 一回家就躺著滑手機 休息力越來越差 老毛病也會開始復發 建議狗寶寶可以配合一些拉筋的動作 有助於身心健康 狗寶寶的金錢運 開拓財源、未雨綢繆 財運頻頻 因為預計未達到設定的目標 導致狗寶寶領到的獎金距離不高 只能透過投資賺取配息 來幫自己加息 狗寶寶要幫忙支付家庭開銷 心理壓力不小 建議你的提前做好財務規劃 我是正妮馮 我們下回見 掰掰 掰掰